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聊些什么呢 我们来聊一些不一样的话题吧 在我们每一年4月份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日子 也就是说在我们华人节日里面 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很多人都为了这一天而尽量抽出时间和回来 跟家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日子也让不少人流过泪 思念和怀念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日子吗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清明节 但是大家一起放心 今天我们来聊聊所谓的清明节 一些扫墓需要准备的东西 也就是说扫墓的必需品 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买的 有些东西是额外买的 或者是有些东西可以选择买或者是不买 所以等一下我会下去买一些清明扫墓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会一一跟大家介绍所有的一些必需品 然后一些额外的供品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来让我们交流一下分享一些知识 其实拍这个视频另外一个目的是要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 活在当下珍惜现在 不要等失去了才来后悔 才来带着遗憾 所以尽我们的人力 尽量去珍惜身边所有的人 和把爱心传达给大家 我们先出去买东西咯 Let's go T M T M 确实套路 我们已经到了 它是马六甲数1 数2 的批发商 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它的店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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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东西已经买好了 要回家做准备了 这边可以说是 批划商的关系 所以他的东西很齐钱 乌有所知 交钱公道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然后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什么东西是必需品 像这个 这个是 一副Double公所要拜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华人E3 你都会有一个Double公庙 所以你必须要 先拜Double公 然后你才去 少你各自要少的 那些目标 然后还有 过路钱啊 往生钱啊 这些都是必需品 就是说他们 在经过每一条路 或是每一个段落的话 他们需要给一些消费 还有这个是比较 品质比较好一点的 往生钱 然后还有剩下的是 这些五百万啊 还有那些金银子啊 那些都是你们可以 一起放的 还有啊 这些东西 衣服啊 金条啊 鞋子啊 你们可以额外 看你们要加什么 才来加 这个是谁人 每个人的喜欢哦 还有护照 你们可以自己买 也就是说他们在那边 要去旅行 都需要用到护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拍摄 然后我们的影片 今天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 然后打开你的小铃铛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这就会是什么 如果我会有点赞 什么 一会儿 有点赞 有点赞 有点赞